9岁 10岁 9岁组了乐队 有吉他钢琴 然后贝斯之类的 就是一个乐队 所以你们说弹什么 Eagles的Hotel California 就觉得好酷 真的 跟你们组乐队的其他成员 都是 10岁的小朋友 然后这个乐队什么时候解散了 组乐队可能12岁就解散 不错有三年的时间 对 然后之后就是在大学或者在高中组了 校园的乐队 就初中高中大学都有组乐队 不停的组乐队 不停的解散 大家好像都很忙都有自己的事情 所以你印象最深刻就持续 最长或给你影响最大的是哪个 时期的乐队大学吧 因为大学大家都年纪都比较大了 以为真的要 要出去做一番想要成就的一些音乐领域 那有去做一点巡演之类的吗 对啊 小范围的 小范围啊 就比如说我们读书的附近 就是一些酒吧或者一些Pub里面去表演一些自己蛮喜欢的一些作品 去翻唱别人作品 当然也有自己写的一些东西 哦 那比如说当时你们 你是吉他兼主唱吗 还是说 对队长 非常的辛苦 因为大家都需要我鞭策 哦 就要管好每一个人 对叫他们起床练团 当时你的团里就只有你一个女生吗 还是说 没有没有两个女生 两三个男生 因为不停的在换人 哦 对那所以当队长的感觉怎么样 对队长感觉很辛苦不想当队长 可是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太喜欢睡懒觉 睡睡到下午 我觉得很浪费时间 我知道你一天有练十四五个小时 那个是高中 高中 对高中的时候 对大学就就花更多的时间在创作在写歌 嗯 然后在练团 就不太是自己练技术的时候了 就开始炫技的时候 出去演出的时候 哦 对那其实有个问题啊 就是比如说你们在创作歌曲 你们有专门订你们这个乐团的曲风啊 那是什么样的 或者说这个乐团要到底要有什么样的理想方向 没有其实 嗯 玩乐队很有趣的一个事情是谁写歌 嗯 那这个乐队的风格大概就会是那个样子 比如说我来写歌 那我写 写出来的一个小样一个demo大家听到了 其实基本上就会是那个样子 不太会变换 当然也是因为物以类聚嘛 大家也会是因为喜欢这样的音乐 才会愿意跟你来组建这样的一个乐队 所以灵魂人物其实还是在创作者身上 那如果这个乐队刚好大家都创作 那每个人都会有贡献他自己的风格 那这个乐队的元素就会比较多 哦 所以那时候只有你创作吗 大家都会帮忙 其实多多少少 比如说 比如说我 我会有一个起初的一个小样 然后我在唱跟谈的过程当中 大家就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加进去 加进去 那这首歌完成的作品就会跟我一开始就很不一样 嗯 还有刚文文有讲到说你要催促他们练团 对他们觉得我是魔鬼 是吗 对 怎么催呢你 因为早上比如说人家都喜欢睡到下午 嗯 比如说他们狗团几堂 没有我就直接把他们从床上薅起来 啊真的男生也是这样薅起来 男生 踢起来 男生我把另外一个女生叫起来 再让他去薅其他人 哎 有领导能力啊 所以练团其实就是你们在不断的排练的一个过程 磨合一个默契的过程是吗 对对 啊所以其实在巡演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 当时 呃当时我们有去一些小的Pub里面 演出那个时候也没有人认识我们 然后我们都是很小 就大概十八九岁 但是就是这么小的年纪下 我觉得应该会很多人会去看吧 就觉得哎小孩 嗯 不会因为大家长得都很成熟 哈哈哈哈 对可能是刚刚可以进酒吧的一个年纪 哦 然后去去去唱歌 嗯然后我们自己非常辛苦 因为有非常多的设备 可是我们没有人帮我们自己背 对我们就自己背 然后还要自己去调试自己练练练就是准备塞了 然后等到表演的时候再回台上 然后你就可想而知那个乐器会出各种状况 因为中间可能都有人碰过了 对对对对 可能就东西散落一地 嗯 然后就就硬着头皮唱 然后可能会出错 可能会发生很多很多意外的状况 嗯 完全跟我们现在就是都塞好了给你 然后准备好麦 然后调试好了 你的反送什么都非常的完美 那个时候没有 所以就会出现非常多的状况 嗯对那所以印象最深刻的是 就是经常唱着唱着就没有声音了 然后然后怎么办呢 然后就假装大家能听到 然后扯着嗓子喊 哈哈哈 哈哈哈